妈 妈 怎么了你 这外面都黑着凳 您这一人藏着 想事 想事 想什么呀 有些事不想吧 没事 一钻进牛角尖出不来 越想越别扭 那你跟我说说 没什么事 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我就听到老刘在说 在孩子和你之间 我没有选择 在公司和你之间 我更没有选择 你知道蓝芯怎么说吗 他说 你是不是 希望我不仅要接受 于小强搬回家的现实 还最好能希望我自己 写一封辞职信 然后离开公司 对吗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呢 真的是大快人心呢 小三彻彻底地被打败了 老刘都说了 不让我听得挑拨离间 于小强 什么意思嘛 有了孩子就不要闺蜜了是吧 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话说回来啊 这件事情呢 能有这么大的转折点 除了要感谢你这个争气的肚子以外 你还要感谢一个人 谁啊 包家明啊 为什么呀 要不是他去大闹了我们公司的发布会 这个老刘和蓝星怎么可能翻脸啊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包家明大闹发布会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 你不上网不上微博啊 这件事情都已经炸锅了 自打那次打开电脑 看见老刘和蓝星的照片 我现在就不愿意碰电脑 你快说吧你 你那个优盘上面不是有那个蓝星和老刘的三点沙滩照吗 包家明为了给你出气 他就用那个照片啊 代替了我们公司发布会的新logo 当时那个场面呢 我不说你应该知道的了 我的优盘落在他们家了 如此遗忘 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效果极佳的 小三嘴脸暴露 包家明拔刀相处 老刘新回忆转 简直就是一箭三雕呢 这件事情啊 你可要好好地去谢谢包家明 包家明都是为了你好呢 我也奇怪了 他为什么可以为了你 可以奋不顾身地去冲锋陷阵呢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回家了 喂喂喂 我话还没说完呢 喂 对呀 凭什么呀 请问您找谁 不好意思 我找于小强 他不在家 我进去等他可以吗 好吧 那请进 谢谢 姑娘行 有客人呢 妈 找小强呢 请坐 坐 喝杯水啊 不用了 好 爸 那您陪姑娘坐会儿 我楼上还有点事 你忙你的吧 我陪着呢 那是陪了啊 这么晚来找我们家小强 有急事啊 嗯 姑娘叫什么名字 叫我嘟嘟吧 哦 好听啊 你怎么认识小强的 准确地说我不认识他 是我男朋友认识他 你男朋友是谁啊 你男朋友是谁啊 我说不认识他 我用很高的 不认识我 我看我 很想说 一个 главное 我看我 你应该对我 不认识我 是不是 我凌亩 很好 这么晚跑到家里了 嘉宾告诉你我的地址的吗 少和我绕圈子 蓝芯给我的地址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 怕了 我不跟他在一块 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么多破事啊 兔兔你冷静一下 你这么晚跑到家里来 总该事先打个电话吧 对你我还需要打电话吗 对你我还需要礼节吗 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能给你解释清楚 好 你跟报家明什么关系 我把他当弟弟看的 弟弟 你骗谁啊 你要是喜欢报家明 我可以拱手相让 可是你不能骗我 你更不能骗你婆婆和你老公吧 你婆婆和你老公 还不知道你们俩已经睡一块了吧 你在这儿装什么呀 都督那件事情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是喝多了睡错 睡错还是爱错 你自己心里明白 吁小强 我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就是在这个书房吧 报家明来给你修电脑 打从那天开始 你们俩就已经暗度陈仓 对不对 别再说了 为了接近报家明 你心甘情愿跑到我家 给我当保姆 你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什么丈夫出轨 什么离家出走啊 你骗谁呢 你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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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光阳 妈要跟你谈谈 你要相信我 都督她说的不是真的 你知道她怎么找到咱们家来的吗 是蓝星告诉她咱们家的地址的 是蓝星她要报复我 爸在楼下等你呢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知道 我是清白的 你不要相信她说的话 你要相信我 我现在能够记住这边 我现在还能够记住这边 是你 我还没接我 我应该不跟你太想 但这个小费 我还没接受 我还没接受